群语不走弯路同学吗 咱们今天还区分一下这个dress和dressup有什么区别 同学说老师这有啥可讲呢 dress我小学都会了啊 dress不就是那啥叫连衣裙吗 是的 dress可以当名词 确实叫连衣裙啊 I like that right dress 我喜欢那个红色连衣裙 但是它也可以当动词呢 作为动词的情况下 它的意思是打扮 dress somebody 就打扮某人 意思就是给某人穿衣服了 给某人穿衣服 那么dress oneself就是给自己穿衣服了 那么它还有着装的意思 咱们感受啊 它正在给他的女儿穿衣服 she is dressing her daughter 好 这是个主语并结构 she is 主语 is dressing是未语性的进行识啊 是个整体啊 那么her daughter就是逼女 现在给他女儿穿着衣服呢 好 再看 他两分钟就能穿好衣服 he can dress in two minutes 他能够打扮啊 打扮好两分钟啊 在两分钟就可以打扮好了 而咱们再说这个dress up 首先这个up是个副词啊 它和dress在一块呢 你就把它当做个动词短语 行了 你也不用真的理解啊 它非得是个副词还是什么词 没有没有没有关键啊 这是这是不 这这不重点 重点在于你要知道 dress up是个整体 叫动词短语 叫打扮 但这种打扮是什么 主要是穿上盛装 精心打扮 所以说你要去参加一个比较重要的会议 或者你认为比较隆重的事 你就可以说I'm going to dress up 我要打扮一下 好好打扮一下 好 你最好打扮一下 you do better dress up 这个品地是head better 是个符合前来动作主动词的 意思叫做最好 你最好 是吧 好好打扮一下 是不是 好 他要为参加婚礼而盛装打扮 she has to dress up for the wedding 他不得不打扮 为了这个什么呀 这个婚礼 wedding就是婚礼的现场 至此同学们记住啊 dress出了连衣裙 还有什么 还有打扮自己 I'm going to dress myself 就是我来给我自己穿上衣服 是不是 有穿衣服的意思 那么dress up叫精心打扮 同学们如果学费了 请打个一 另外啊 同学们 我再次同学们推荐 一定不要错过 我已经录制了两到三年 这个叫做什么 难忘的英语语法系统课程 那么他所包含的语法同学们 是从零七处到考研毕业的 也就是英语语法的全套 不管是三大从句 还是咱们的特殊句型强调句 道装句 虚拟语气 这里面全部都包含 当然还包含咱们的十六个实态 以及被动语态 借词 形容词 副词 包括五大句型的由来等等啊 所以说啊 学习语法 同学们千万不敢排斥 如果你还没有开始 从这正式开始一次 因为这套语法的编 这个编写啊 包括我的录制 是按照同学们 从一往南 从框架 一步一步分析前后连记非常紧密 逻辑也是非常严谨的 这样一个课程 整个学完之后 让你感受到 你真的是没法忘 由你没法忘之后 同学们 你才能够综合的去运用 之前你所辛辛苦苦忧的单词 今天记了个动词 今天记了个副词 后来记了个形容词 咋用了呀 同学们 语法就是在告诉你 如何正确的 按照一个像数学公式 学会语法 就像学会了数学公式 按照这个数学公式 去造正确的句子 这样你学的英语才算 正是有了方向 才把这盘棋给盘活了 否则你就记一个忘了 记一个忘了 为什么觉得不想学了 因为你觉得没有进步 什么时候能感觉到进步呢 是因为你自己会造句 你感觉到 这个语言我真的是运用了 能造句了 而造句的底层逻辑 是单词和语法的一个综合的结合 同学们 我强烈推荐 不要错过